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势在必得 我是刘雨昕 我是曾经祥 那在今天整个盘式当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一件很明显的事实 什么事实呢 就是说今天的指数 又开始出现下跌了 这样子的走势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是在于哪里呢 现在目前指数来到 9584点下跌72点 成价量目前是908亿 那最后一盘还没收出来 那当然 同志朋友 我跟各位说过了 如果说你在最近这段时间呢 你看着指数在做股票 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难做 为什么 一天大跌 一天大涨 一天又大跌 就这么简单 而且昨天还收到最高 然后结果今天开这个样子 开低走低 现在还有带有一些下影线 那最后一盘如果收出来 如果收到最低又怎么办 那代表有什么意义吗 同志朋友难道你要看的指数 跟着那些法人 跟着那些外资 在操作期货一样 哇 看着这样子 看着期货 看着指数 然后来做你的股票 然后一天买 一天卖 一天买 一天卖吗 这样子很难做吧 就如同赵老师前几天 昨天在开玩笑说 有些节目奇怪了 前阵子有一大堆人都有油田 现在昨天又全部的人 都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葡萄王 那稍微震荡一下 又全部都没有了 那意思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一下有一下没有 一天买一天卖 那意思不是全部都一样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在股票市场真正能够赚钱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什么 资金集中操作 在一档股票上面 买低卖高 大家都知道人人都会讲 但实际上能够做到的又有几 每个人都会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个 今天在这边赵老师要恭喜 所有在前两个礼拜 上个礼拜来电 参加体验班的朋友 免费参加体验班的所有朋友 以及恭喜赵老师所有的会员朋友 我们今天事前布局好的股票 你有时去锁定赵老师节目的朋友 你都很清楚赵老师事前布局什么股票 来 为什么值得恭喜 因为今天涨底 来这两个股 我先前请各位记得 还特别请各位拍照起来 你自己去查 他先前在6月份的时候 去年6月的时候 他的营收还没有出现一个 所谓的成长性的这样子的态势 到了7月份的时候 开始出现年增率2位数以上的成长 后来月增率也开始出来 那YY的部分变成92% 在去年8月的时候 到了9月的时候 变成三位数109个百分点 10月份200 两倍以上的成长 后来连续 1月2月3月4月5月5个月 5个月的时间 都是三位数以上的成长 都是一倍以上 年增率以上的这样子的成长 这代表了什么意思 当时赵老师在节目上面 请你把这张拍下来 也告诉过你这档个股 是我们体验班的朋友 是你可以跟会员朋友一起体验 让你先享受再说免费参加的 体验班的朋友 所得到的一档个股 那这档个股是什么 我们给各位看 这档个股就是5227的立凯 5227的立凯 现在的投资朋友 那如果说 您现在在电脑前面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今天的涨势 是不是涨势 那当然我们这一路 给各位去做一个追踪 追踪什么呢 来 我们一开始在先前的时间 4月13号我说过了 全部会员朋友 就是全部会员朋友 立凯在9点56分 请新的会员37.7 附近去做买进 旧的会员朋友去做续报 那当时一开始给各位看的位置呢 给各位看的位置是在哪里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请导播放大 当时的一开始的立凯 那当然我们先前说过 新的朋友在上车 旧的会员朋友报老嘛 那到后面怎么走的 这个也很难撕喔 你自己慢慢对喔 到了这个是4月15号的时间 一样再次的逆施大展 我们同样请导播放大 在这一块的时间 你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先前卡位 后来拉上去 新朋友再加码 押回再做加码的动作 我们等一下讯息 都会给一个一个 给各位去做一个对照 然后再往上拉 到了今天 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在4月15号的当天 投资朋友来 4月15号的当天 他是逆施大展的 4月15号 逆施往上走洋 全部会员朋友 10点39分 我们请会员朋友 持续去做报老的动作 那新的会员朋友 以及体验班的朋友 我们刚进场的一档个股 当然能够逆施展的情况之下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锁定大户的股票 这是当时我跟这个体验班的朋友讲的 让你先享受再说 让你享受什么叫做真正大户在做的股票 让你知道为什么 人家操作是有一个逻辑的 让你不会随波逐流 大盘涨 你又跟着去买 大盘跌你就跟着乱卖股票 你这样随波逐流的操作 当然不会赚钱 但是你掌握到大户的动作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张老师常常在讲 为什么我们的办公室有自己的咖啡厅 为什么会员朋友能够大力的支持 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说其实你看啊 看到了今天也好 看到了今天投资朋友 今天5227的立凯 最后涨停坐收鎖死 尾盘坐收 成交量好进好出 如果你事前跟着做进场卡位的朋友 如果你事前参加体验班的朋友 又或者是在这几天 你看到节目的朋友 你猜到张老师给各位提示的朋友 你又要去思考 那今天大盘的震荡干你屁事 讲的很直接不就是这样子吗 讲的更直接一点 前天 昨天张老师在念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节目 前阵子全部都有流田 前两天全部都有葡萄王 那结果是什么 那如果说今天忽然又有人有立凯了 那我不予置评 因为事前我们已经跟各位提醒过 早在事前 他还没有动的时候 还没有动的时候 在整理的时候 特别是这段时间 4月13号的时间 在整理的时候 赵老师也在节目上面提醒各位 参加体验班的朋友 大盘震荡根本不需要理他 你持股给我报牢就对了 再做加码 我们节目上面讲得很清楚 来 4月15号 4月15号 这是上次再供上去的时间 对不对你看 4月15号往上供 逆势往上走洋 4月10号 就是前天大盘大跌的时候 那再来 来 我们再来看 4月13号 新会员朋友 37.7附近加码 买进 旧会员朋友续报 这是今天逆势往上走洋 已经来到的最高点是多少钱 亲爱的投资朋友 来 短短几个交易日的时间 大盘你觉得难做 很多老师变来变去的时候 照着节目上面告诉各位的 我们今天一档持股 能够带着会员朋友的创造的 所创造出来的获利 那当然今天最后他是攻上涨停 获利绝对不止这些 因为最后 最后的时间点是41块4 是来到了41块4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你事先买的 获利多少自己算 张老师现在没时间算 重点是什么 我要跟各位表达的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你从 张老师的节目当中 一路以来我一直强调一个重点 今天你只要掌握大户的动作 掌握大户的动作之后 并且专注于你研究团队的品质 所公划出来的数据 营收能够事先预测到 接下来你不会每一次都在 每一次都在下一个月 4月10号以前 又在担心 月初又在担心说 哇你手中的股票的营收状况如何 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赵斯常常在讲说 研究团队本来就非常重要 不然为什么外资要 每一间外资都要养研究团队 对不对 比起很多的头顾来说 比起很多其他老师来说 你认为他们真的有研究单位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再来更重要一点是 有研究团队的重要性之后 它的好处是什么 持股一定会少的嘛 就变成因为你绝对不会乱枪打鸟 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你会发现在好多人 一直变来变去的情况之下 张老师光一档个股 带给全部会员的朋友的一档个股 带给你免费参加的一档个股 就能够直接攻上涨停 在今天逆施大涨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你觉得这样子重不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你觉得能够 我们办公室漂亮的原因也在这边 这也是会员朋友能够 开心的原因也在这边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张老师节目上面 所收看的节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张老师讲的股票 往往都能够持续去做一个追踪 包含像先前的一月的利特 一月份的利特 你都很清楚 当初张老师怎么做的 我们不再赘述 一波上来是140个百分点 到了二月份的时候是什么 二月份的时候是情谣 我知道这档个股 也好多人在讲 每个人都爱跟单 不重要 我做多少赚多少就是多少 这是当时节目上面 跟各位讲的 一波上去是56个百分点 将近57个百分点 这是当时候的情谣 这二月份的时间 封关前封关后 请各位报股过年的时间 到了三月份 2233的羽笼 今天没有时间解释说 为什么要买利凯了 2233的羽笼 94块多 开始做进场 这样子的动作 节目上面也跟各位分享 后来呢 拉上去一波 上去27块钱 当然 这两个股价比较高 不会是每一个会员都有买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有些会员朋友 他不习惯买高价位三位数的股票 后来也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像是森具 再到最近包含像是 这几天大盘 这么难做 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 远的盘的实 情况之下 赵老师节目上面 事先预告的股票 事先告诉你体验班的股票 事先请各位卡位的股票 事先先前盖着也对 本来盖着就是正常 当时是在这个位置 这么低 当时才37块附近 现在41块是涨停做收的 老师朋友 所以说 现在请各位好好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会觉得最近盘难做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不外乎你节目随便乱看 你觉得好多老师奇怪 每天都有涨 又或者是股票 今天参加了你的老师 每天发讯息给你 买不同的股票又不会涨 持股过于杂乱 你当然觉得最近盘难做 但是当你今天手中的股票 只有一档的时候 而且 打电话你可以来店去问助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到时从头到尾都叫你买这一档股票 叫你买5227立凱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盘难做吗 你反而会看到今天 哇今天指数跌 到现在为止跌了85点 收到9570点的时候 你手中的股票在赚钱 而且涨停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只有这么一档 而且资金集中重压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这盘难做吗 所有的观众朋友 请你好好思考这一点 这不就是你在股票市场所要的吗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老师朋友 想清楚 廣告时间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股票期货选择权尽在联华 我们有崭新的分析团队 我们有领先的投资工具 让您纵横湖海 无往不利 联华投资给您最安心的托付 下询专线 02-2509-6777 02-2509-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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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开 海湾城市难得一见的 新江南园林大院 探浅国际海关造成 江南园林山海好景 台北湾2805-9898 哇 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零用热买期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专计三处送 现正实施中 欢迎回到现场 势在必得 我是刘雨昕 那么今天的大盘呢 中场是收在9570 下跌了85点之多 收在最低点 但是今天上下政府呢 满载的 只有44点之多 量能呢 也稍微有做一些萎缩 来到了977亿 那我相信在现在指数 一天涨一天跌 一天涨一天跌 搞不好明天又涨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呢 会觉得操作难度的提高 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难度提高 那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许呢 你过去 你操作一阵子股票 你到现在 你还没有办法持续的获利 纵使指数涨升上来 你的股票也不见得涨 什么原因大家去细细的思考 因为你每天呢都专注在 你手中股票的涨跌 今天涨你就把它卖掉 明天再涨你就赚不到 或者是跌下来的时候 你去摊平你去加码 但是呢股价呢却持续的一直下跌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能给各位什么建议呢 我能告诉各位的就是 你要操作在这个时间点 的确操作的困难度是有的 你就更需要呢 找到一位专业的人选 来协助你去做操作 那我们的操作习性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不会每天冲来冲去 所以呢纵使一天的涨 一天的跌 我们都不会很放在心上 因为我们知道 长期的规划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要着重在 什么样的产业 而我们对这个产业的透析度 也是很高的 就像过去我一直在跟大家做分享 车用零组件的市场 这背后呢都有政府在做加持 而且呢是世界各国 包含了美国欧盟都一样 在车用零组件市场里面 有这个TPMS的这个商机 我相信跟各位分享一阵子了 在美国 在欧盟 在南韩 甚至在台湾 都已经都立法通过 新生产出来的车子 你都必须要安装TPMS系统 所以你说这个商机是不是很大 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 美国呢还有换机槽的产生 因为一个TPMS 你不止呢 你不是可以用一辈子 大概五年到十年的平均寿命 所以算起来呢平均下来大概七年到八年 你就要必须要换 而在美国的市场 美国一年新生产出来的小型车 有1500万辆之多 那么商机呢 光是TPMS商机 有12亿美元之多 所以我们在过去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产业题材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怕它一天的涨涨跌跌 我也不像别的人一样 今天哪一档股票涨 哪一档股票涨停 就赶快拿出来呈现 告诉大家说 我有这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要是跌了 我就不敢讲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你去转 你去转电视你都知道 你都很清楚啊 但是我们追求的 是一个波段的一个空间 一个波段的一个报酬 绝对不是说短视尽力 要去追涨停 这相对的风险都比较高 那我们现在想要做的是 就是把大家的风险呢 控制再小一点 然后赚取稳定的报酬 这样不就好了吗 总比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还要好 还有投资价值 就像过去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同志一样 一样是受惠于TPMS系统 去年度股价成长幅度高了177%之多 涨这么多 但是当我在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 它股价来到112元 那今天虽然它是跌 但是我也没有说不敢讲 因为它产业依然是有前景的 现在已经来到134.5元 这已经有多少元的价差 你知道吗 22.5元的价差 20%的空间 就20%的空间了 这光是其中一党同志就是这样子 那我是一直以来持续跟大家做分享 不是今天看它涨 不是今天看它跌了我就不敢讲 因为这整个是有波段的行情 有波段的趋势 所以为什么跌了就不敢讲 所以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另外呢 一样是受惠于TPMS商机的维生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阵子啊 股价去年度涨了180%没有错 但是我在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 303.5元 后面呢 来到今天 股价已经来到374元 这已经是70块钱的价差 23%的报酬 所以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有持续锁定我节目的人 你都很清楚 我股票我不会换来换去 我都看到一个对的前景 对的题材 我们才来做切入 除了呢TPMS商机以外 你看这档股票 光环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阵子了 当初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 34.1 光通讯族群的概念股 那今天基本没有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到现在呢 来到58.8 24.7元的价差 72%的空间 原本是34.1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它有产业前景 结果咧 事实都可以验证 我在节目当中 一直都在跟大家做追踪 不是吗 我相信你有锁定我节目的人 你都一定持续的知道 我真的不是说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老师 这些股票 大家都可以做验证 因为我是持续的 跟大家在做追踪 那么接下来呢 这档股票 我相信在现在这个点位 9500 9600 9700 在这个点位 很多人都觉得是高点 不敢去买 但是在这边呢 有选股的条件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基本上呢 你要选择本益比低 殖利率呢 高的股票 风险才能够相对的控管起来 像这档6185的微翔 它是做连接器 连接现场的资优胜 那连接线连接器 为什么它重要 因为呢 不管是你用的3C产品 你用的手机 你用的平板电脑啊 你用的PC啊 全部都是需要 使用到连接器连接线 而且呢 它又打入了 这个苹果的供应链 它又打入了 这个苹果的供应链 连接线连接器 常要打入苹果供应链 并不容易 但是它已经打进去了 也受苹果公司的证明 那它的毛利率呢 来到了41.43% 主要为什么会这么高 原因在于 它板对板的连接器 整体毛利率就有45到60% 45到50%之多 但是呢 它又打入了车用 影音视听部分 又是车用相关题材 毛利率高达60到70% 因为呢 它都是交货给 欧系的一些车厂 都是一些高档的名贵的车 一些超跑啦 这些 所以你想 它的毛利率 为什么会这么高 就是因为它都交货给 这些高档车 而且呢 除了它现在就在交货以外 它现在有新的题材 就是车用主机控制平台 它已经受欧系车厂 在做认证当中了 而且即将就要通过 刚刚我跟各位所讲的 它的车用影音视听部分 毛利率高达60到70%之多 但是当车用主机控制平台 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它的毛利率呢 将会再度的提升 会超过60到70%之多 所以是相当可观的 而且呢 它现在呢 殖利率也高达6.5% 是不是比你呢 把钱拿到银行定存都还要好 本益比才12倍 毛利率这么高 所以呢 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你如果不清楚的 不知道该怎么去建厂做价差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股票的 今天呢 欢迎您 再度开放 势在必得的体验班 全部呢 都让你先享受再说 不用花你一分一毛的费用 还是一样开放让你体验 所以呢 不知道怎么样进场出场 不知道怎么样选股 在9500 9600 9700 这个点位 不知道怎么选择的 欢迎您的加入 时间关系 助他操作顺利 我们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数位机上河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河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股票 期货 选择权 尽在联华 我们有崭新的分析团队 我们有领先的投资工具 让您纵横湖海 无往不利 联华投资给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询专线 02-2509-6777 02-2509-6777 创新的思维 领先的策略 全新专业联华团队 给您国际化的视野 让您体现最优质的理财国务 入会专线 02-2509-6777 不要怀疑 拥有美好的将来是您的权利 联华投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专业联华国际视野 无专线02-2509-6777 2509-6777 股票 期货 选择权 尽在联华 我们有崭新的分析团队 我们有领先的投资工具 让您纵横湖海 无往不利 联华投资给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询专线 02-2509-6777 02-2509-677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一纸旧世界 天然每天 中山珍藏 藏不住的增值时尚 五分钟散步中山南京生活圈 邻居礼品位 李天多建筑 Ubeta Gavanita Home 泳池精品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